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晚上ATOS每周二的交易进阶网络研讨会 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是头肩顶的这个形态 在讲座开始之前呢,我们需要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 就是本次讲座我们所提供的信息仅为一般属性 并没有考虑到阁下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还有其他的需求 所以在阁下做出投资决定之前呢,我们建议阁下去寻找独立的财务顾问意见 好,那么今天头肩顶呢,我们是分成几块来讲 那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头肩顶这种形态的一个意义 我们先开始跟大家从这个趋势还有拐点的信号开始讲 因为你就了解了这个趋势和拐点的信号 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理解头肩顶 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主要是去探讨关于各类头肩顶的一个形态 可能我们平常呢,学到的或听到的看到的一些头肩顶呢 属于比较标准形态的头肩顶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呢,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头肩顶的这种变形的形态 那我们怎么去识别和把它找出来啊,这个就是我们第二部分的内容 那么第三部分呢,主要是利用头肩顶这个形态啊 我们去做交易,那说白了,我们怎么去,如果说发现了头肩顶的形态 我们怎么去设置止盈,设置止损,进场点,出场点 我们来去交易,这个就是第三部分的内容 第四部分呢,我们会到MT5的石盘 跟大家一起去看一下,这个头肩顶在实际石盘中的走势中的一个体现 好,首先第一部分啊,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趋势 还有拐点的这个信号 对于这个任何产品的一个价格走势啊 我们通常说啊,走势分为三大类 我们先分为三大类,其实它细分下去还有很多 对吧,但是我们总体而看呢,我们先把它分成三大类 第一种趋势呢,叫做上升趋势 那这种趋势呢,主要表现的就是它整体的一个形态 是往上走的啊,你别管它这个中间 那中间是这个,这个怎么不规则啊 但是最终呢,它的一个形态总体是往上走的啊 这种叫做上升趋势 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在一个区间之内啊 进行盘整的啊,这种我们叫做这个consolidation啊 叫整理啊,整理的这种趋势 也可以叫做横盘啊,横盘整理啊 说的就是这个第二种这种情况 那么第三种呢,是一个下降趋势 下降趋势跟上升趋势这个是反过来的啊 就是总体的你的一个价格啊 不管它是这个怎么不规律啊 但是总体呢,它是在朝下啊,这个叫做下降趋势 那这个有些投资者可能会觉得啊 这,这不是这个呃,那上升 这走势无非就是分这么几种啊 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是因为 其实啊 在各种趋势中啊 如果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这个顺势交易 那像这样啊 一个上升趋势中 这个价格可能会出现上涨 下跌 上涨 再下跌 再上涨 这个我们在微观层面上去看的话 它可能会分好几个一个 呃,好几个波段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一个角度啊 就是我们现在假想啊 我们从更宏观的一个角度看下去啊 那实际上不就是一条线吗 对不对 只不说把这条线放大 啊,放宽了之后 我们能够看到这条线里面 它具体是在怎么走 那么由此我们就衍生出了一些这个方法啊 比如说这个 呃,上升趋势 我们常用的一些方法是什么啊 是不是这个 通道啊 上升通道 那么在上升通道中 我们是怎么做 为什么会有上升通道啊 实际上是这样的 因为在这个市场上呢 买方跟卖方都很多 参与的交易者也很多 但是没有唯一一个参与者 他能够 抓住准确的一个供应价 价值在某一段时间 某一个产品 他有对应的一个 我们说 fair value 对吧 他的一个供应价值 但是这个供应价值呢 你可以界定他的一个具体的区间 但是很难界定出他一个具体的点位 那不同的交易者呢 对这个fair value 也就是我们说这个供应价值呢 都有不同的认识 那么所有的交易者合起来啊 对这整个市场呢 他就会产生一个影响 就是我虽然抓不到啊 整个市场对于这个供应区间的认知 虽然不能把它固定在一个点 或者说 细化到一个具体点位上 但是呢 可以把它细化到什么呢 可以把它细化到一个区间上 这个区间是怎么形成的 就比如说这样啊 在一段上涨趋势中 那某一段上涨趋势呢 比较的快 那么在这段过程中 我们会看到一段上涨 但是当他碰击到了某一个部分 那么整体的市场做出了一个反应 就觉得哦 这个价格在这个地方是有争议的 他认为短期还到不了这个价格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价格会被往回抽 那么在回抽的过程中呢 又会不同的买方 不同的卖方啊 不同的参与者整体合起来 对市场又会产生一个新的影响 就是我们整体的市场呢 又认为哎 这个位置是一个 这个短期啊 这个前一波啊 就是说没有买到的这些人 他可能好不容易看到这个价格下来之后 那么他们会进 进场 那么这个是短期的一个下跪 就是我们觉得说这个 公允价值在这个地方呢 得到再次的认可 那在这个地方他会有一个支撑 那么这个时候价格会重新再上涨 那么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啊 对公允价值的一个探索的过程中 他会探索出来一个区间 那么这个区间呢 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这种轨道啊 就是这个上升通道啊 下降通道 那都是同一个道理 那么横盘整理也是一样的啊 当价格在这个一段区间之内啊 它是比较认可受认可的 那么一旦超出了这个区间之外呢 那么市场认为啊 这个价格它是有争议的 那么它就会再回归到这个区间之内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之前啊 这是前几节周二的课 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上升通道 对吧 横盘这个下降通道 对 那对这些趋势上的交易 我们知道了 但问题是 这个趋势交易 它什么时候结束 对吧 假如说它还在这个趋势里面 它还在这个上升趋势里面 OK 我是可以用这个通道去做交易 但是呢 这个通道啊 它总会有 总会有结束的一天 对不对 这个上升趋势走完 它总会结束的一天 那么结束的时候 它就要转化为什么呢 它就要转化成 要么是整理通道 要么是下降通道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拐点的作用就很重要的 就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学会怎么去识别拐点 一旦我们能识别出来拐点 那我们就知道 一段趋势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这段趋势 要朝另外一个 要么是整理 要么是下降 开始过渡了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 好 上升趋势啊 通过过渡 过渡到整理趋势 过渡到下降趋势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头肩顶啊 它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过渡信号 我们只要把这个过渡信号找出来 那我们就知道 OK 这个上升趋势啊 不能做了 已经做到头了 或者说这个下降趋势不能做了 已经做到头了 好 那么过渡的信号啊 有很多种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啊 第一种呢 是这个早期啊 早期这个 这个包括现在啊 其实很多这个 这个交易大拿啊 也都会比较喜欢用的方式啊 就是直接通过裸K 直接看这个裸K的K线 来去判断 现在是不是到达了一个反转的 去反转的这个节点 比如说啊 我们先看这个牛市啊 牛市 转牛啊 转牛的这些节点 有什么呢啊 比如说在一段下降的一个趋势过程中 如果出现了这种 有点像拼霸啊 有一个像这个 大头针这样的一种形态的时候呢 那通常呢 我们来说这段趋势呢 很有可能呢 它是这个短期见底了 为什么会短期见底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拼霸的这个形状 那么这个是开盘价 对吧 这个是收盘价 但是它最低的价位一度探到这个地方 那就证明说什么呢 这个价位呢 空头它也是有来尝试 去探索过 但然而整个市场呢 对这个价格区间的争议很大 争议很大代表什么 代表你不是公运价值 对吧 如果你这个公运价值是大家都认可的 那它的争议相对来说会比较小 但是呢 一旦我们看到这种收盘 哎 收上来 但是留了很长的一根下影线在这呢 就代表这一段区间呢 市场是有质疑的啊 它应不应该走到这么低啊 那么通过收盘的这个信号来告诉你 OK 它不应该走到这么低 说明这里是有争议的 那么有争议就代表有什么呢 有争议就代表有可能会出现拐点 好 那么这些就是通过一些裸K的一个方式来判断拐点啊 我们常用的像这个Pinbar对吧 Pinbar就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拐点信号 或者呢 我们也经常看到说这个十字星 对不对 十字星 那比如说在一段下降的趋势中 哎 我们突然看到了一个十字星 那十字星代表是什么呢 收盘价跟开盘价啊 非常的接近 但是呢 在下影线和上影线啊 都比较长 那就代表说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公运价值的区间 对不对 中间呢 我有到过这么高 哎 但是好像空头不认 我中间呢 我有到过这么低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多头不认 那么大家汇集到中间这一点呢 就是它就最有可能呢 是一个fair value的一个区间 那么也就是说 它最有可能干嘛 是有一个短期的见底信号 那么这个时候 它接下来后面几根啊 很有可能就是回着往上走了啊 这个就是用这个传统的 这个裸K的方式啊 就是就直接通过蜡烛图啊 我去判断一个趋势 到底是有没有走结束 那还有这个我们经常听到的 这个什么早晨之星啊 对不对 还有这个蕴线啊 对不对 还有engolf啊 这些都是我们常听到的一些 这个裸K的一个形状啊 然后还有这个转熊啊 转熊也一样啊 一段上涨趋势中啊 一段上涨趋势中 那我们如果说看到了一根 很大的一个拼吧在这里 那么同样的 呃呃这个 对上涨信号 我们看到一个很大一个拼吧 那同样在这里 说明再往上这个价格区间呢 空头它是不认的 对不对 不认才会有争议 有争议就容易形成影线 一旦形成影线呢 那就可以帮助你去判断 这里是不是有可能 它产生了一个反转信号 OK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观察 接下来的几根K线啊 我们就知道啊 有可能它是要出现反转 对不对 好 那么 那那么这个就是直接通过蜡烛图 来判断呃拐点趋势啊 那么针对这个蜡烛图呢 我们是有一张cheat sheet啊 如果讲座听完呢啊 大家说我想要一张这个呃 所有的这个蜡烛图的这个形态表啊 蜡烛图的这个组合的形态表 多空啊转牛转熊或者熊转牛的这个形态表 那可以去跟你们的客户经理去要啊 我们都会有直接发给你们 好 好 那么这个是直接通过蜡烛图 但是呢还啊 好 那么这部分的内容呢跟前面是差不多的啊 主要是把这个牛熊双方啊 经常出现的一些这个呃形态 总结给大家 我们大家就是主要去看这几种啊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锤子线啊 你也可以说是听拼拔啊 还有一种就是十字星啊 还有一种就是呃两个锤的这种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像运线呢 或者是这种吞没形态啊 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一些这个呃反转信号 这些大家可以多去研究一下 好 那通过啊 我刚刚前面说到的这个影线的这个部分啊 大家怎么直接去看影线就知道说 这个地方的争议大还是不大呢 啊 其实呢 啊 这张表呢 给大家就是一个比较呃清楚的一个看法啊 如果说最后啊 走到走成一个十字星了 走成一个十字星了 那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是不是我们前面讲过这种情况 就是你上面这块呢 呃 空头不认 对吧 我下面这块呢 多头不认 那空头不认 多头不认 你就容易形成什么 形成价格争议 那么一旦形成价格争议呢 就代表说这个 这个区间啊 大家最后汇集出来的这个区间的这个收盘价 很有可能就是说 他短期的一个公允价 那么一旦有短期的公允价呢 就说明什么呢 有可能啊 就要出现一个小反转 对不对 好那么多头啊 像牛市是这样的啊 牛市如果说往上涨 往上涨 你的这个收盘价越靠近上面 代表说什么呢 代表你多头对上方的这个价格是 呃 越认同的 对不对 那么越认认同的话 代表说什么 这个比较什么 bullish 是不是比较 比较的强势 多头比较强势 但是呢 也会出现这种啊 好像啊 蜡烛的这个部分占到一大半 然后会出来一根影线 那么就代表说什么呢 这一块啊 空头不认 对不对 我们空头不认 所以说这块是有争议的 但是这一块呢 这块好像我们最后收盘能收住啊 那就说明这块起码在短期看来 大家多头都是认这段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出现这种这么长的影线的话 那就说明这一段啊 空头是比较不认的 对不对 那我们多头能认到这么多 也就说什么呢 如果说在一段上涨趋势行情中啊 你出现 你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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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出现一条很长的影线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很有可能啊 最上面啊 空头都不认 那么很有可能就要开始反转啊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基本原理 那么同样的啊 对于下降的这些空头啊来讲 也一样的 往下的这个线呢 影线越长 代表多头对这一段的这个认可度越低 对不对 认可度越低才越有争议 越有争议才越容易形成影线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像这种啊 比较中间的这种啊 我们最后能汇集成一个十字星的一个状态呢 那么这个时候就说短期 大家在中间这个部分 哎 形成共识了 但是接下来呢 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反转 好 那么这个就是说通过单独去通过蜡烛图来判断 它的一个反转 但是呢 通过蜡烛图自己本身 你去判断这个反转了 它有优点 优点是什么 比较简单明了 对吧 我看一看几根蜡烛图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不用去做太多分析 我就看前面跌跌跌跌跌 OK 出了一条十字星 哎 那我一下就能知道 哎 有可能见底 有可能见底 对不对 但是蜡烛图 它这个也有它判断拐点时的这个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啊 它通常 你看啊 我们前面给大家总结 它前面通常就是几根 对不对 五六根 三四根 两三根 甚至是一根 啊 那这就行容易形成一个什么问题 那每一根代表一个周期 那么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哎 我这根周期判断完之后 结果马上得得出一个结论 然后这个结论呢 我马上进去做 但是我发现后面 它接着又往下啊 就比很有可能的 就比如说像十字星 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跌跌跌跌跌跌跌 OK 一个十字星在这 哇 那不是很好吗 是不是一个反转信号 但是呢 它如果我们做三十分钟图的话 那这根十字星 它只代表三十分钟 对不对 那么很有可能 它再往上 哎 稍稍反转的两根三根 两根三根 又往下开始跌了 又往下开始跌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这种单根 或者几根蜡烛图 它的一个缺点啊 就是它代表的周期数量太小 周期数量太小 容易导致你进场进得早 结果进得早完之后 它后面啊 接着按原有趋势继续进行 那么这个时候啊 新的一种判断拐点的方式就出现了 那就变成什么呢 就是形态啊 那么形态 它就不是通过一根两根三根 或者五根K线去判断 它通过的就是说 呃 整体的一段啊 那如果说我们做三十分钟图 很有可能形成一个形态啊 它可能需要三十根K线 四十根K线 甚至就是二十五根啊 很多坑K线 它才能把这个形态给跑出来 那所以说通过形态去判断你的这个见底啊 它就会比一根两根三根蜡烛图呢 呃 的把握度会更高一些啊 那么常见的这种形态去判断反转的有什么呢 我们常见的啊 一个头肩顶 对不对 双重顶 三重顶 V顶 呃 圆顶 对称三角形 上升三角形 斜行 然后这个矩形 如果有参加我们之前周二的这个课程呢 应该都知道啊 呃 矩形 对吧 矩形这个我们讲过了吧 对吧 然后三角形的这种形态 我们是不是也讲过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这个双重顶和三重顶 但是今天呢 我们主要是给大家讲的是这个头肩顶啊 头肩顶 为什么把头肩顶放在第一呢 因为从正确率的角度来看 头肩顶呢 啊 在autochartist 不其实不管autochartist 如果这个其实啊 有做过经验都知道啊 其实头肩顶的这个胜率啊 应该是在各种各样顶中呢 它是属于比较高的啊 经常都能到80% 甚至85的这么一个胜率啊 就是因为它的一个认可度啊 或者说它反映出来的这种形态啊 是比较这个正确率比较高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到这个头肩顶的这个部分去给大家学习 所以呢 啊 在进入到头肩顶 头肩底之前啊 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就是首先啊 我们一个趋势 对吧 三种趋势 要么是向上 对不对 要么是横盘 对不对 要么是向下 那么在趋势中做交易呢 我们知道可以用利用通道的方式去做交易 对不对 但是呢 通道总有完结的一天 对不对 那么完结的一天就说明它要出现什么拐点 拐点它叫拐到哪啊 叫拐到要么横盘 要么向下 那么在拐点又有什么信号可以判断呢 啊 第一种就是通过这个裸K啊 就是说几根K线的一个组合啊 就是我前面给大家列出来的啊 之后也可以去找我们的客户经理 要这个要这个总结图啊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图都发给大家 那么大家平常看到都可以去做对照 OK 去判断它的这个拐点 但是呢 用一根或者三根几根K线去判断拐点呢 啊 简单明了 但是也有缺点 缺点就是说它的这个周期太短 容易判断这个 呃 把握不住大局 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什么 就是用形态去判断这个呃 拐点 那么形态又分了好几种 对不对 什么三角形啊 这个什么三重底啊 双重底啊 三 来去判断什么拐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这个头肩顶 头肩底的这个呃 学习当中去啊 好 那我前面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哈 如呃 一般我们先去找头肩顶的时候呢 一般呢 它是前面会伴随着一段什么上涨趋势的上涨趋势 对不对 前面会有一段上涨趋势 涨啊 涨涨涨 那么涨到这儿的时候哎 就像我说的 那么市场可能觉得短期啊 这个地方好像好像有点这个 就是买卖双方人很多 谁都没法确定这个地方到底是 呃 这是否是fair value区间之间 对吧 所以市场整体合起来会对他有一个反应 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会下降 那么下降哎 那但是有另外一波投资者认为哇 这个地方价位不错啊 终于可以买到了 又买进来买进来又把价格下 再一步的啊 放量去呃 增高 啊 增高 然后呢 同样的哎 短期这个可能觉得哦 这好像越来越高了 那我们这个卖掉 或者说这个短期的这个sell 空军又进去了 然后哎 又下来了 又下来了 但是呢 实际上在到达头尖顶之前呢 啊 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是已经 啊 已经有一点要出现拐点了 但是呢 拐点还需要出现一个新的头来确定啊 就是再出现一个新的高点 现在新出现一个新的高点 然后这个高点回落啊 回落之后呢 回落之后 照理来说 他是应该再出一个新的高点 然而呢 不是啊 然而不是 如果我们发现说他再下一次呢 回踩继续往上的时候呢 没有超过之前的顶 没有超过之前顶啊 而是出现了一个比之前顶更低的一个点 然后回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就可以大概判断啊 一个呃 头尖顶的一个形状形成了 那我们把这个 左边的这个尖尖啊 叫做左尖 右边形成的这样一个像一个小山峰的一个形状呢 我们称之为右尖 那么这两个这这两个尖的这个骨底啊 就是这两个 这个回落的这个底部啊 我们把它连一条线 连起来 那么连出来的这条线呢 就叫做颈线啊 颈线就像人的这个脖子 这个颈部一样啊 颈线啊 我左边一个尖 右边一个尖啊 那么中间这个叫做头啊 中间这个头 然后连接我的这个两个尖的中间这条 颈颈部的这个位置啊 我们就很形象的把它称之为颈线 好 那么这大概就是一个头尖顶啊 那么头尖顶出现呢 通常意味着啊 我之前涨涨涨涨涨涨的这个东西呢 已经有点涨不动了啊 涨到头了啊 涨到头了之后 下一次再再想往上涨 已经不不市场已经对再往上涨 已经不太认可了啊 那就说明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已经是见顶了 啊 那头尖顶通常出现的时候呢 它会伴随着一些这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啊 就是在这个颈线的这个地方 颈线的这个地方呢 通常啊 如果呢突破颈线往下啊 继续往下啊 因为它整体趋势其实接下来要偏下了啊 往下它通常呢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就是呃非常干净利落啊 就直接直接往下啊 直接往下了啊 这是第一种啊 那么第一种的情况呢 呃大概占了四成啊 但是第二种的情况呢 大概占了六成 那第二种的情况呢 就是说它会往回啊 往回再走 再碰到颈线啊 先碰到颈线 碰到颈线呢 无法突破 然后呢 再往下啊 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大概占六成左右啊 那么这个就是头 肩顶啊 那这儿的这个线呢 相对来说画的比较多啊 我们去下一张图看 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好 一个上涨的趋势 对不对 一个上涨的趋势 那么整个市场在对新的啊 fair value价格去探索 探索它新高 探索它到底能到多高 对不对 那首先第一次探索了左肩啊 到达了第一个地位 那么顺着第一个地位呢 很多这个买买方又又进场 那么拖出了第二个高位 那么就就到了这个头啊 但是呢 回到这个 回落之后呢 想要再继续探索高位的时候呢 受到一个阻碍 它没有办法高过上一步的这个 上一次的这个头部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说明见顶信号形成了啊 说白了啊 就是我们下一次再看到像左肩啊 中间高出来啊 出现一个右肩 这种我们就明确可以判断 它是一个啊 这个头肩顶的一个形态 好 那 我们可能比较经常看到会是一个上涨形态中 会出现这种啊 就是上涨上涨 哎 左肩头部右肩 然后呢 突破颈线完之后 它还会再往回回踩 再上去一次啊 然后碰到颈线再往下 这个呢 是比较标准的头肩顶 这种是比较标准的头肩顶啊 大家先先记标准头肩顶 等会来告诉大家啊 它的衍生形态是什么样的 OK 那这种的颈线我们可以看到哇 水平颈线 那那挺好的 对不对 水平颈线就能跟前面的支撑和阻力 水平支撑和水平阻力去做结合了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我们去判断 但是在实际交易中呢 你会发现啊 这个很多走势啊 它不会乖乖的给你走出一个这么标准的一个头肩顶啊 像这么标准的头肩顶的还是比较少见 还是比较少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能够识别它的一个变形是怎么样啊 好 那同样的啊 标准头肩底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把它这个这个东西呢 反过来 对不对 刚刚我们是头肩顶啊 就是一段上涨趋势中 一段上涨趋势中 我们去找顶 那么同样的头肩底呢 就是把头肩顶这个形态反过来 也就是在一段下降趋势中 我们去找头肩底 然后去判断是否该反转了 好 那么这些都是标准的头肩顶 头肩底 但是啊 我们在交易中呢 大部分遇到的啊 实际上是这种 我们叫做倾斜的头肩底和头肩底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啊 就说 它不再是一个平的一个状态 它是一个这种的一个状态啊 先去形成一个左肩啊 然后再出一个头啊 然后再形成一个右肩 那我们说要连接两个这个底部的这个区间啊 连成一条线 这个叫做颈线 对不对 那么连完颈线之后 我们发现这颈线啊 它不是平行的 它是斜向上啊 甚至有可能是什么呢 斜向下的啊 我们出现这个头肩底 哎 但是把这个中间这个颈线一连 哎 发现它是一个斜的啊 斜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呃 说的交易中最常出现的这种情况啊 就是倾斜头肩顶或头肩底 好 那么还会有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多重啊 就多重的头肩顶跟头肩底 这个就说什么呢 头呢 可能会只有一个啊 但是它的肩部呢 不一定是只有一个的 它的肩部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可能会有两个左肩 一个右肩 甚至是两个左肩 两个右肩啊 甚至啊 甚至还会有三个左肩 三个左肩的情况 或者三个右肩的情况 但那个相对会比较少见啊 见的比较多的应该是两个肩啊 或者一个肩这种啊 如果我们看到两个肩的啊 这种啊 我们也自己心里要这个有数啊 其实它也是头肩顶的一种形态之一啊 形态之一 大家千万不要记得太死啊 就说啊 标准头肩顶是吧 一定要这样啊 一定要这样 那我只去找这种的啊 我们要明白它背后的一个底层逻辑 对不对 它底层逻辑是什么 多空双方的价格争议 对不对 价格争议 那么价格争议 谁告诉你价格争议 只一定会只形成一个肩啊 对不对 价格争议 如果是保持的时间久一下 它有没有可能形成两个肩啊 完全有可能形成两个肩啊 所以说这儿 千万不要死记硬背啊 如果你只是记着一个肩一个肩啊 你会发现啊 会错过很多头肩顶的一个形态 好 那么把头肩顶的这个情景啊 给大家汇总一下啊 汇总啊 一种是标准 对不对 标准的 那么一种是呃 标准带回抽的啊 标准带回抽的 也就是说他突破颈线啊 下破颈线之后呢 他还会再往回回抽一下 再碰子颈线 然后再继续下破 那么有一种就是很干脆的就直接下来了啊 但是不管是这种的还是这种 他们都是属于非常标准的头肩顶 但是呢 偶尔呢 我们又会遇到这种啊 带两个左肩 的头肩顶 甚至呢 就说哎 带这种两个右肩的头肩顶啊 然后呢 还会有什么呢 还会有这种斜向上的头肩顶 还会有这种斜向下的头肩顶 OK 好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讲这个关于这个他的一个啊 可能到的就是这个利润啊 他的利润可能会到达一个区间啊 我们通常来说啊 一旦你确认了一个头肩顶之后啊 我们啊 要测量两个距离 一个距离呢 是头部啊 到颈线的这个距离 这是这是距离一啊 距离一 另外一个距离呢 就是肩部到颈线的距离 这是距离二 啊 那我如果呢 我们遇到这种啊 再回抽的啊 有可能再上去形成第三个这个再形成再新的一个右肩的这种啊 我们通常呢 呃 要知道我们下方啊 下方的一个利润啊 一般是不超过是一般是不超过这个右肩的啊 一般是不超过右肩的这个距离的 但是一旦呢 它是那种非常干脆的下降的啊 那一般的这个下降的距离呢 大概啊 等于这个从头到颈线的这个距离 大家能看到吗 从头到颈线的这个距离 啊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非常干脆直接下降的啊 就等于大概你突破颈线之后啊 要往下走的距离 这两个距离大概大概相等啊 大概相等 怎么进场出场 这个等会儿我会给大家细讲啊 大家这这个要做到心中有数就好 好 那么一旦判断了头肩顶 那我应该怎么进场和出场啊 如果你之前有仓位的 你之前有仓位的 你都看到头肩顶的这个一个形成了啊 那么就代表什么 短期你是不是就可以互利了结了 对不对啊 但是如果说我之前没有仓位 我看到了一个头肩顶 我想利用这个头肩顶去做交易啊 两种方式啊 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 就是在右肩形成之后啊 就要开始等 等什么呢 等他什么时候下破这个颈线 啊 如果一旦 下破这个颈线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跟一单空啊 但是跟空的这个止损 我应该设在哪呢 大家还记得我前面说到要测量两个距离 对不对 一个是头部到颈线的距离 一个是肩到颈线的距离 那么通常呢 它的一个止损呢 是应该是从这个肩到这个颈线的一个距离啊 或者呢 而且这个距离呢 通常呢 通常来讲啊 都会是这个头部到颈线距离的二分之一 大概大概啊 大概是二分之一左右啊 为什么要这样设 是因为担心它回上去又形成一个右肩 它完全有可能再形成一个右肩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你止损设的这个 设的设的这个太低啊 有很有可能这个回抽的过程中啊 你这个就直接被打掉了啊 所以说我们通常啊 在右肩设一个同等距离的一个 止损啊 就是为了防止它再形成一个右肩 那么OK 那我这个止损值大概设好了啊 通常你也不用设到跟右肩一样高啊 低一点点就可以 因为它如果再形成一个右肩啊 那个右肩应该也很难跟这个右肩去齐平 会比这个右肩再低一点点啊 所以说我的一个习惯呢 通常是在这个右肩的下方啊 再去设就好了 好 那设好了止损 那止盈应该设在哪呢 止盈同样的 因为它下破概率大啊 所以说止盈呢 通常呢 我们也是最好的 设同样一个距离下来 啊 不管是它有没有回抽啊 如果它有待回抽的话 通常它往下走的这个距离呢 也跟右肩的距离差不多啊 所以说如果我们把止盈 设在这么一个位置的话 它也是啊 相对来说会比较合适的 那如果是 它是一个很干脆利落的一个下降的话呢 那就是涉及到我们另外的一种做法 就是说直接 把头部到颈线的距离量出来 那么这个是我们有可能去走到了一个 啊啊 理想的这个 这个啊距离 那么这个时候设好止损啊 在这个地方 那么止盈我们就可以设啊 头部到颈线的这个距离 好 那么这个是关于啊 它的一个出场进场啊 啊 这样讲的可能会比较犯啊 犯啊 所以说我们通常遇到这种形态啊 我们最好是直接去到这个MT5 我们去给大家去来实际的找一找这种头肩顶啊 因为很多头肩顶呢 实际上它在被画出来之前啊 你根本都不觉得它是一个头肩顶啊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啊 打开一下MT5 好 我把这个途径可能给大家拉大一点啊 这样大家看的可能会清楚一些 好 我们现在呢 所在的这个图呢 是30分钟的 澳元兑美元啊 我们看看 好 30分钟的澳元兑美元啊 我们这边有很多的这种头肩顶 我们都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来先来找这个我们先来找看这个啊 这这个就是一个头肩顶啊 我们怎么看啊 怎么看 我们说在形成头肩顶之前 它之前是不是已经有一个现成的一个趋势了 对不对 我们要找头肩顶吗 顶是什么 顶是牛的反转信号 对不对 就是从牛转去 呃 熊的这么一个信号 那它之前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一条牛 对不对 所以之前我们看到应该是一个上涨趋势 对不对 我们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澳元 它处在一个上涨趋势 但是 它处在上涨趋势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啊 哎 左肩形成了 对不对 然后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形成了一个新的高度之后 回落之后呢 当他想要再去超过一个 他之前头部的时候啊 遇到压力了 对不对 遇到压力了 往回走啊 那么从这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大家能不能看出这个头肩顶 能看出这是个头肩顶吗 它是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斜向上的啊 斜向上的倾斜的头肩顶 那我们一旦啊 确认了说 OK 这是一个头肩顶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反转反转 你之前是往上涨 对不对 那你现在OK 头肩顶形成了 你是不是接下来该跌啊 是不是 那么跌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是应该去做空它 对 那做空它怎么做 首先第一 先把颈线给找出来 关于这个线啊 我我通常都是建议大家 这个线啊 不要用太细的线 因为我们给它点容错空间 我们可以把这个线调粗一点啊 因为 有的时候你太纠结于这个太细的这个线啊 容易把点位抠死 一旦把点位抠死的话 有的时候很容易错过一些机会 所以我的一个习惯就是 我喜欢把线变粗一点啊 让它容错空间稍稍大一点 那么大家也可以用一条比较粗的线 我们先去找到它的颈线 对不对 那颈线的话 哎 你看 两个低点吗 对不对 两个低点我们就找到了 这是下来 哎 那么这是第一个低点 那这是第二个低点 那把这两条低点一连 不就连成了我们这条颈线吗 对不对 那颈线OK 我已经判断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要判断什么呢 判断两个距离 好 哪两个距离呢 一个是从头到颈线的距离 那我们可以拉 假说啊 我这还没画 我先delay一下 我们可以用这条线啊 来画 好 点着头啊 往下拉 是不是就能拉出第一个线的距离了 我们再选一次 再选一次 然后 再拉一条线 这次线呢 我们量的是什么呢 我们量的就是这个肩部 到这个颈线的距离 我们又量出第二条线了 对不对 那么有两条线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它下破的时候 哎 这个时候就开始可以跟空了 那跟空的时候 我怎么去设它的这个止损值呢啊 止损值啊 两种啊 一种是你觉得它如果就是一路 可能会往下的这种呢 那你止损可以设低一点 但是通常啊 通常啊 很多图间顶呢 它是突破了这条 下破这条颈线之后啊 很还是很经常 它有的时候会往回走 啊 往回走 再去形成一个肩 然后再下来 所以说 如果你是为了保守起见的话呢 你直接把这个距离啊 挪过来啊 挪过来 你就假想 它马上接下来可能会拐头 再往上再形成一个右肩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止损距离 我大概就知道在哪了吗 对不对 因为一旦画好之后 我就可以画条横线 那我就可以大概知道 OK啊 止损距离大概在这儿 对吧 那止盈的距离应该在哪呢 止盈呢 我们理论上说 哎 我们这有一根长线 对不对 我们止盈的距离 我们可以把这根长线挪下来 挪下来 如果我们是在这个点位进的场 哎 我们就大概在画条横线 哦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止损 止盈 的位置 是不是就就画出来了 对吧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盈亏比 它合适吗 OK 合适的 对不对 因为你盈利的空间 是大于这个亏损的这个空间 对吧 然后下破的概率 是大于50%的 那么它就是一个值得交易的 呃 一个deal OK 那么这个就是 呃 头肩顶 的这个 一个用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头肩底啊 澳元对美元 我们来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大家能不能看出 这是一个头肩底啊 那么如果我们要去找头肩底 对不对 头肩底 它是下面的一个反转信号 那么它之前 应该是怎么一个走势啊 那它之前应该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吧 那我们看到 对吧 这个之前是一个下跌的走势吧 往下掉 往下掉 但是往下掉 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我们就说 哎 之前这个通道啊 它总有做完的那那一刻 对不对 那么呃 在这个地方 它就碰到了这种做完的这种局面 好 那怎么会碰到这个做完局面呢 本来啊 我已经有一个肩了 啊 然后又形成一个头 啊 照理来说 下一次应该是 下一次低点啊 应该比这个更低 但是没有 啊 下一次形成这个肩呢 是比这个低点要高的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哎 这是左肩 对不对 这是一个头 这是一个右肩 这是一个右肩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做什么呢 它反转信号出现了吗 这是我们应该做什么 做多对不对 应该往上做 啊 往上做好 往上做 忘了刚刚这个技术刚才步骤啊 第一步先找什么 先找颈线 对不对 我先把颈线找出来 那么颈线呢 就是这两个 尖的这个啊 尖的这个低点 先把它找出来 对不对 低点呢 把这两条低点啊 用线一连 就连成了它的颈线 那颈线我就找出来了 颈线找出来完之后 我第二步要干嘛 我要去测量距离 对不对 我先假装我没画过这条线啊 我要去测量距离 测量第一个距离是什么呢 头到 颈线的这个距离 第一个距离出来了 对不对 第二个距离是什么呢 尖到颈线的一个距离 啊 你们自己多去画画 你们会经常发现啊 尖到颈线距离啊 很多时候啊 基本上都是这个 呃 头到颈线距离的一半啊 这是很经常发生状况 你看包括我们现在画的这个啊 我们拿过去去测量 应该也差不多就是一半啊 是不是 也就差不多就是一半 好 那么一旦他上破了上破这条颈线 上破了这条颈线 我们照理来说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干嘛 就要下一个多单了 对不对 但是还记得我前面跟大家说的啊 很多时候呢 他会尝试再往回走 而且他不一定走到颈线 他就被堵住了 他可能还会顺着颈线 接着往上形成啊 这个又又二间又三间啊 第二个间第三个间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我为什么前面跟大家说啊 你最好止止损你设在哪 止损你就设在这个肩部的这个位置啊 同样这个距离 那如果我是在这个地方进的场 我是在这个近地方进的一个多单啊 我点进去了 那我的止损我应该设在哪 哎我就可以直接平移嘛 我把这个距离拉过来 我拉过来拉到这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再切一条横线过来 我就知道啊 这个时候我的止损应该设在0.6 95591 OK 那我的止盈 我应该设在大概多少呢 我就把这条长线拉出来 啊 我的止盈应该设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止盈应该是这个距离吧 所以说大家你看啊 我止盈应该是这个距离吧 对吧 我的止损应该是这个距离吧 对不对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止损啊 如果是按照这个方式去做的话 哎 很好 为什么 我止损设的足够高 而且是设在右肩的顶点 那这样的话 就算啊 我又开始往上啊 尝试着去形成啊 价格争议 尝试形成新的右肩 无所谓啊 无所谓 因为我的止损在这个地方 你还打不到 但是呢 一旦他没有形成 那他就要接着往下走了 那走到哪了 走到我这个颈线到头 这么长的一个距离 我们看啊 量过来会刚好发现 看到没有 这个往上走走走 走的这个距离 是不是刚好啊 非常非常巧 对不对 非常巧 他走的这个距离 是不是刚好就等于 我们这个颈线到头部这个距离啊 大家看一下 这是头部到颈线距离吧 对不对 那这个是你的止盈距离吧 对不对 那实际中他走到哪儿 实际中是不是恰好也是 刚好走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头肩顶的这个 一个运用啊 那我到前面再给大家找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例子 呃 这几个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啊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 呃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我们去给大家找一些这个看不太出来的头肩顶啊 大家在我挪这个图的时候呢 也可以自己尝试去找一找 看能不能找得出来啊 这个这个就比较明显了 对不对 这个头肩顶就都有一有一点太标准了 但是他 嗯 这个这个太标准 这个太容易了 我们换一个 啊 啊 这有一个啊 这有一个就是我说到了 刚刚说到这种 好 这是一个头肩底 对不对 底啊 不是顶啊 底 那么底是什么呢 底就是说明他之前是往下 往下降的啊 降到一个底 然后有可能出现向上的一个反转 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都是往下跌的 对不对 之前是往下跌的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形成了第一个肩啊 然后呢 形成了一个头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形成了一个头之后呢 他不是呃 形成了一个头之后呢 他接下来呢 又有一个肩 对不对 又一个肩 但是这个肩走完之后 哎 这就出现了我刚刚说的那种情况 那照理来说 你要就在这去做了 你要在这个地方直接去做的话 那呃 很有可能就是他马上拐头上来又给你形成一个新的右肩啊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又形成了形成一个右肩啊 所以如果是你用刚刚那个止损的方法啊 你设在右肩的这个部分啊 那可以让你不那么容易啊 就被扫出局啊 不那么容易就被扫出局啊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 大家可以自己试着找一找啊 能不能找得出来 因为这个 我相信很多人啊 就说哎 这个理论好像都能听懂 但是自己去找啊 就是发现了 好多都找不出来 像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比较隐晦的头肩顶啊 比较隐晦的头肩顶啊 我画红线这个部分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来 其实啊 就像我说的啊 就如果你去判断这个头肩顶啊 有的时候你不要太按标准的那套来 因为你标准的那套 我们刚刚也给大家讲了这个底层逻辑 如果你知道他那个底层逻辑啊 你再回来看这个 这个他符不符合头肩顶呢 严格来讲 他不太死 不太不太像啊 跟我们刚刚画这个头肩顶不太像啊 但是你看看他的原理是不是一致呢 啊 我来看一下 左肩对不对 头 对不对 右肩 是不是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左肩怎么这个 上上下下这么多次啊 上下下下这么多次 但是我们别忘了啊 我们看头肩顶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价格争议 对不对 价格争议 多空双方在这个地方价格争议 那 他这个争议内部啊 就是我们说这个肩内部啊 还有很多小的争议啊 其实不影响你去对他的一个解读 那么这个他不算是严格标准意义上的这个头肩顶 但如果你做头肩顶做的熟了 做的多了啊 你应该也是能看出来 你应该也是能看出来他其实是属于啊 一种头头肩顶的一个衍生 而且你看他这个下来是非常干脆就下来了啊 他也没有再继续上去回抽再去做一个啊 第二个肩啊 像这种如果被抓对的话啊 那接下来这个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下行趋势啊 的利润就能抓到不少 我们来再看几个 啊其实这个地方啊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啊 你们你们自己脑海里面想象一下 应该颈线应该画在哪啊 然后左肩在哪 右肩在哪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 想一下 有没有画对啊 有没有画对 然后上上这应该是做什么 做多对不对 那直直损应该是设在哪 应该设在这个地方 OK 那如果你说我觉得啊 我找这个头肩顶啊 我自己去找很很麻烦 很很复杂哈 那如果你是Athos的客户的话 这个不用担心哈 因为你会有这个一个这个交易的工具哈 叫做Auto Chartist 你可以把Auto Chartist给拖出来 啊 然后点这个OK 这个Auto Chartist呢 他也会自动的去帮大家去扫描哈 看看有没有这个头肩顶的这个形态 那如果有头肩顶的这个形态呢 他在这个地方呢 会画一个这个像像小山山谷一样的一个形状啊 啊 会画在这个地方 所以那我们如果说自己啊 找不到 或者说自己不想找啊 你可以先去通过Auto Chartist啊 打开这个Auto Chartist 然后从第一页开始往后看啊 看看有没有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起看 我来看一下有没有扫描出来 这个关于头肩顶的 其实支撑阻力三角形啊 这些是很容易就扫描出来的 但是头肩顶呢 因为他呃通常是在一段趋势啊 的结束的时候他才有啊 所以说他相对来说不那么多 他不像那个三角形支撑阻力啊 一抓一大把他没有啊 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 有点耐心一起看一下啊 看一下有没有啊 OK啊 很遗憾啊 没有 但是如果说你们这个自己懂的去用这个Auto Chartist的话 就可以在这个上面去找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这个讲座的主要内容啊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去留给观众啊 大家去提问 那么在大家去呃 这个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说在这个Q&A或者Chat里面啊 那么在大家提问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先给大家这个说一个我们的啊活动啊 啊 那这个Glen啊 相信这个我们的老听众应该都非常熟悉了啊 这个是哈佛大学的这个上学院的MBA 然后也是大剑桥大学的这个研究院的一个受邀人啊 之前呢也是在啊 富士100上市的一个公司里去做这个交易员 有非常充足的这个交易经验 然后同时呢也是 澳大利亚这个证券级投资委员会认证的股票经纪人 然后还有这个SAA的成员 那么本身呢也拥有很多的这个金融衍生品的这个交易资格啊 那么大游呃大游老师呢 在这个7月22号啊 也是周五的时候呢啊 会开启我们这个第二期的实战交易交易的一个进阶班啊 我们知道我们平常学的东西啊比较零散啊 有的时候这个零散缺乏一个逻辑性啊 没有一个框架 那我们的这个实战交易进阶班 他做的是一个主要目的啊 就是帮助大家建立一个框架在在大脑里啊 只要大脑里面有这个框架啊 我们后期再去呃这个装东西啊就容易啊 如果没有这个框架啊 那么今天学一点明天学一点 可能会觉得这些知识点非常的呃非常的乱啊 那么7月22号呢 呃这个我们的大游老师呢会在线上啊 做一个全天的一个教学 就是一口气啊 把最精华最干货的部分呢 直接讲给大家 那这个是当天啊会讲到的一些这个内容啊 比如说这个分析层面啊 我们先从做交易的这个分析层面啊 独家这个冰淇淋的一个分析法 然后呢 还有一些神秘的指标 包括怎么去制定自己的风控技巧啊 风控技巧呢 其实在短线交易啊 不管长线交易短线交易里面啊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还包括这个风险回报笔怎么去定啊 大家刚刚看我做那个头肩顶啊 就测量这个距离啊 设量设这个止损呢 止盈啊 其实就是风险回报笔的啊 一种运用 那包括波动性啊 价格偏差 然后中午的话会做一个午休 然后下午的话呢 会感到大家这个教学一些这个比较简 呃方便啊 直接能够入手啊 上手就能学的一些这个技巧 那从入门进阶高级啊 都各都会介绍一个 然后大家都可以直接拿去啊 到交易市场中直接去运用 最后呢 在这个两点到两点半的时候呢 会做一个复盘和当日的一个总结复习 那么大家呢 如果对于啊 这个7月22号的这个活动呢 感兴趣啊 都可以去添加我们的这个金融小助手三号啊 或者去扫描我的这个微信号啊 还有今天我们讲座里面讲到的啊 关于判断拐点的 这个K线图的这个组合啊 蜡烛图组合的这个cheat sheet 如果需要这个cheat sheet的话呢 也可以去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跟我们的这个客户经理去索要啊 好 或者是直接去扫描这个二维码啊 也可以直接做一个报名 那这个我们今天这个 关于这个头肩顶的部分 大家有问题吗 蜡烛图的观众问啊 就说能不能只做回抽的部分啊 呃 只做回抽的部分 只做回抽的部分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啊 其实就是他很干脆利落的往下 直接就走啊 其实也只有四成的这么一个机会 其他六成的一个时间呢 其实呢 他都是会有带回抽的 那么如果你是只是想做回抽 那么止损当然是不需要像我刚刚提到的啊 要到右肩那么高的位置 你其实只需要高于这个颈线上方一点点啊 其实就可以了啊 不需要到这个右肩这么高的一个位置 好 那么如果关于头肩顶的话 我们这个没有更多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就到此结束了啊 谢谢各位的参与 那我们这个下周再见